这位同修问的 他说请问如何持命 记得老法师曾经说过 一句佛号里面三心具足 执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这个三心是菩提心 菩提心具足 也有古德曾经讲 佛号一起念念求佛戒引 大师至菩萨教都摄六根 敬念相及 请问敬念里面是否应有阿弥陀佛的相 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相 或者是法愿求生的相 法师慈悲请开示 念佛的方法很多 境界也相当复杂 怎样念佛功夫得令 这才是自己现前最重要的课题 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 过去生中 我们修学的经验也不一样 因此 别人用功得令的方法 我们可以参考 仅止于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的根性跟他未必相同 他用那个方法能得令 我用他的方法未必得令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佛教化众生没有定法 佛的方法真的是因人而异 就如同大夫给人治病一样 一定是诊断之后在处方 两个病人不可能完全同样的处方 纵然害的病一样 处方上里面用的药 可能有几位不相同 纵然相同 可能分量不相同 佛教众真 也像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那么现在佛不在世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好老师 所以自己修许 可以多做一些试探 可卑 我 有没有 你看 我们有